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人生有几多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萍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来收听 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萍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几智卿先生 Keyer 欢迎来 你好 要介绍一下他 他是封城社企学会的主席 还有一些很标秉的战绩校 是前惠普环球的副总裁 以及董事总经理 在惠普工作了26年 到49岁 年轻时退休了 帮助社企 算是做义工去拯救一些社企 这种特别的身份 我们稍后再介绍一下 去帮忙的社企 泰昌先生想说一下他怎样信主 还有有什么人影响你信主 这方面都很曲折 我中五毕业之后 我就进了理工学院读书的 叫做高个万鹏关系电子课程 我记得我初进去的时候 有个同学我很欣赏他 他在拔萃读书的 我就是在香港仔一间英文中学读书的 所以我们就有些乡下仔的 因为他那时听他讲 怎样去走堂 怎样去追女仔 怎样去开P 聖诞节 还有考试怎样出费呢 我们以前的学校从来没做过的 觉得他很聪明 又懂得玩 但是又读得成绩又好 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 这个叫做胡锦马这位同学 就和他在一起 整个都在一起 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很多时间 一放了学就走了 问他为什么呢 就说原来他现在回教会 他回了教会很久了 不过他觉得他那时候就重生得救 所以他再能够投入回教会 那时候我没有信耶稣的 读完了中读了物理和法学 我经常觉得自己很明白 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 我那时候觉得信耶稣的那些人很笨 这些科学化的都会相信 那这个走堂那么厉害 追女仔的同学 去了回教会 那你有那么多奇怪 想知道一下为什么 是的 我想和他爭辯 但是他发觉他不和我爭辯的 我不和他爭辯什么进化论 创造论 他不从来和我爭辯的 他就只给我一些书仔看 那很有趣 因为看书没有得同本书爭辯的 那些书通常在书仔细盆那些 就讲回为什么进化论是不对 信仰是怎样 那看了久之后 在几本周就发觉 原来这些书里面 他自己的一套说法的 也都明白了 原来在科学的理论上 也有很多假设都未必是真的 这样差不多一年之后 我就开始明白了 原来他们基督教信仰里面 又去自己的一套说法 科学也有限制一些假设 一些假设的理论 就不一定可以涉及证实一些东西 那你可以说是中和了那种反对 但我就没说完全接受的 就直到我读完三年之后 有机会我就转到香港大学读书 读西根一日 但是中间的时间 他邀请我回到福音营 都是他邀请你去的 他邀请我去的 我最记得那时候 那个讲者是讲 《罪人中学》 就是《罪灰》那段说话 接着有两个人讲见证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他在病床的时候 隔壁那时常常咳嗽 觉得很猛 吵着他 第二天早上那人已经割了身 讲一个死亡事件 第二个人就讲 他以前都是做黑社会的 以前常常去打人家 或者去追赚其他人 怎料被人落了江湖追杀令 结果他到处走 害怕 一次听到信耶稣特兵生 他就回到教会 这两个故事对我来说都很感人 不过这也没有代表我信耶稣 有一个牧师上来就呼召 就说谁想我去平安就举手 那我就以为举手要求平安 怎料原来一个陷阱就是一步步的 接着刚才举手的人出来 接着说出来我说你祈祷 接着有些人就问你拿资料 我其实不知道那些叫缺子的 不过当你举了第一次手之后 好像逐步逐步就被人推了 然后回不了回头 然后我回到大学的时候 就有些同学来找我 书那些人找我 他们就邀请我回那些查警班小组 因为我转向香港大学的时候 我一读就读第二年 其实很多同学经过了他们的圈子 我去到的时候有人能够欢迎我们的圈子 就很开心的 慢慢地加入教会 慢慢地接受了我的信仰 那一个相信科学的人 要说服你其实都挺难的 说服你的是否一些人与人之间 或者有没有一些属灵上面的导师 是对你影响很大的 有的 我信了主意没多久之后 我回到一间孙徒威玛基堂的教会里面 其中一位导师叫做黄世岳医生 他在香港大学教书 他去教医学院的 他就是带我们去查经 他用一些叫做导航会的十步查经法去查经 不过他给我很深刻 就是他人的生活 其实让我看到他很为上帝的 他一个大学教授 但是他穿的衣服是补的 我很久都没穿过穿 要补衣服的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暑假的时候 可能他回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 他开放给我们的家里去那里 我很深刻印象就是 他连去睡房我们都可以去睡的 睡到搞乱了 还有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 王太有时跟我们说 你们都很有首尾的 你们去完后去那里 我厨房用完了 你们都放了些东西 不过你怎么摆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摆的 所以每一次要回去 他都会重新去收拾那些碗碟碟 放在哪里等等 我很深刻印象 尤其是到后期我更加明白 原来开放主人房 被人在床那里睡 其实很艰难的 我自己都有 我自己信耶稣后期 我都会借金库给人家的 我们两个人拿出去 不过通常我们都会锁住 我需要帮忙 因为我太太都接受不了 有人在我们在床那里睡 那王世鸥医生都给我们看到 就是他很愿意去付出的 还有我想说最后他退休在香港大学 有一次我见到他 不过他那次很预重心 就跟我说就是奉献给神都重要的 不如可以说都留一点点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退休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在香港买楼是很贵的 他才要再出来 要再做事去供楼 那我就明白在他那二三十年 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他没有存到钱的 他差不多大份的钱都付款了 在不同的教育事工上高 那我们也说生命影响生命 那他这样的人生的见证 对你影响是什么呢 他给我看到就是那种全员摆上 他虽然有一份工作 但一份工作是成为其中一个平台 让他接触更加多的其他人 无论在大学里面 或者他自己的就算是在诊所里面 他都有挂诊的 去帮助其他那些人 我记得听他讲 就是有时候有些老人家去看病的时候 有些病当然是开入给他们医 但是在过程里面怎样关心他们 甚至有些愿意的时候 去为他们祈祷 那他都在整个人生里面 比我们很看到 他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信仰上高 他不断地开教会 他那个年代的时候早期 因为受到拉丁美洲很多教会 直同的策略发展 所以他很少的时候 经常跟我们讲 我们应该怎样去尽量去直课 当教会到200人300人 应该200人300人的时候 开始开个分课去直课 他觉得这样是直课最好的方法 他经常将这种教会增长的概念 其实是告诉我们 都教到我们怎样去做 那黄医生他开放家里给你们去用 但是你开放自己的知识 你的企管的知识去帮助人 那为什么49岁就退休了 49岁事业好像如日方中的时间 49岁退休有几个原因的 因为我在大概43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 公司就送了我去哈佛的 在美国 大概83年左右 83年的时候 那时候患了肝癌 那到后期那时候 医生说你不如带你爸爸回家吧 我们那时候住华府邨 那我记得有一早早 我和我爸爸就下去 下面留下的公园 我爸爸是很工作狂那些人的 我们在那里住了那么久 从来没有去过公园那里的 从来没有去过的 那一早他去到公园那时候 那时候有点陰的 有些风那样 雀仔牆那一刻 是很开心的公园 很舒服 我很深刻那种印象 我和爸爸在坐椅子那里 我没有想过我爸爸 觉得这样的环境是很舒服 因为对我来说习以为常 那一次我有机会去到哈佛的时候 我又想起同一个场景 因为那个环境对我来说很舒服 那个很舒服 在公园很舒服 因为是忙了二十多年 其实尤其是后面那几年 我回到大陆 常常都没有时间陪在家里等 你说很多时候出入机场 酒店很多 但是能够很安静地 留在公园那里其实很少的 你反思到其实人生的意义 是不是就是在工作上高呢 会不会有多些时间做一些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或者觉得家人喜欢做的事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我就想起那时候 王医生跟我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 把我们侍奉回到教会的 所以想一下 不如会不会决定退休 不过过程都用了六年时间才可以退休 到下一节我们可以讲一下 你怎样加入社企 怎样帮忙 好 我该坦明似轻燕飘过 在那茫茫浩海里逝去 吹风重重消沙 留下了几寸唧去 这世界幻变远 人却是沉默内心美梦里 明媚中相争相知 随了一照破碎 秋风中你可否知道 没法预计去支配命运 一生了当罪恶争斗 无奈两行亦淚水 在那天边宇宙里 埋葬着无限的雾面 星光中我心知道 穿着那万有的车 我该坦明似轻燕飘过 在那茫茫浩海里逝去 吹风重重消沙 留下了几寸唧去 这世界幻变远 几句燕飘过 人却是沉默内心美梦里 明媚中相争相知 随了一照破碎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给我们 来吧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萍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回来 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萍 今集的嘉宾是 封城社企学会主席 紀志卿先生的Key 刚才已经说到他退休之後 做些什么呢 究竟为什么会加入社企帮手 他加入社企帮手 令人想起 如果你要给那条鱼人 不如就教人去妄语 你为什么会加入封城 那时候封城的总干事 叫李超良 李超良同样在宣导会那里 一间堂那里做执事的时候 封城其实很早期 就已经可以自负盈亏了 不过那时候 金融风暴之后 98年金融风暴之后 差不多8年的时间 生意就一般的 亏损 我觉得2003年那时候 他们因为车房的规则都比较多 就在我们的男士组那里集资的 问下可不可以捐献 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如好 或者我们都要奉献 不如奉献给封城 奉献给他们的地方 解决了一段时间 谁知道一年之后 他又来找我 2004年又来找我们 那我们又再奉献多一笔钱给他 谁知道到了2005年 都来找我们 我们就说 你这样真的不是办法 你做生意的 不如我帮你看一份生意的好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虽然有奉献钱 但是也奉献多些时间 可以帮我们看一盘生意 那一看一盘生意 就发觉 阿超亮是社工来的 他真的不太懂得做生意 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譬如我们做生意 一定是每个人要看一盘数的 他不懂得看数 也不知道在数字里面 怎样能够去找多些生意 或者花少些钱 他都不懂 因为这样就加入了董事会 那如果你问我 就是当初退休之前 是不是很刻意说 他做社会企业 不是的 但我觉得安排很有趣 就是在退休之前那两年 慢慢认识了 封城这个机构 到我退休的时候 其实我最主要是去讀神学 不过在神学 工完了时间之后 就可以继续参与封城 侍奉 他说在監獄报道 尤其是那些黑手 即是那些犯重犯那些 其实他们就离开監獄之前 他们没有想报仇的 你不要看那些戏 以为他们出監獄 就找警察那些报仇 其实不是 他说很多时候 臨出来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内疚 反而他想做一些好事 因为可能他出去 在里面坐了十几年 还是他妈照着他的儿子 或者他儿子出生了之后 十几年都没有教过他 所以很多人出来之前 都想着怎样做好人 报答回妈妈搞个儿子 但在香港释酬 尤其是那些重犯那些 出来找到工作做的机会 只有18% 能够穩定 全时间做到18% 即是有80多个百分比 根本是被迫重突黑社会的 那时候中环 就是安全网 也都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要做一些 可能比较偏門的地方 1987年就很幸运 有套戏很出名的 就是英雄本色 那套戏如果大家年纪 好像我这样 可能就看过 中间有迪隆 就放了牢 就找不到工作 就去到曾江开了一间 叫做兼记车房 曾江就专门收留 这些释酬做的事 即是那是假的 那是那套戏里面 是的 鄧炳赫就因为有了这个故事 他就很容易去讲了 因为他本身是懂得整车的 有了这套戏的概念 其实之前他都有的 他告诉我 但他跟人说 他们不明白 突然有了一套戏 就说 我就要开一间 好像迪隆去的那间 那间的车房 那他就找到 蔡伊 找到朱牧师 朱牧师 余达森院长 找到一班留答方 那一班 叫做一些领袖群体 都会觉得 若果我们能够 帮助一班这样的释酬 其实不仅是做监管报道的 也都能够帮到他去生活 那都很重要 其实 就这样开了车房 那除了车房之外 还有法郎 那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法郎又如何开始呢 是 车房呢 我们发稿呢 车房虽然很好 但是车盘的成本比较贵 开一间车房差不多200万 还有我们最主要就是 那些学徒是聘用更新人士的 就是师傅就是普通人 那学徒都学三年多 比较长的时间 还有女生是不会喜欢弄车的 夏天又没有冷气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不如想想一下 就开法郎 法郎变成了女生都可以来 而且开了法郎就60万 但是培训小孩子的数目 两个都大概是六个小孩 但是一边呢 就三年半满私车房 法郎呢 就年半满私 那我们已经讲了 那个throughput呢 其实是差很远的 钱少很多 快很多 但是都学到一技之长 他们基本上 出来做几年之后 都可以赚到过一万元 起码过了那个平红线上高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法郎 那就是二千年左右 就开始开第一间 在旺角 后来就搬到西湾河 现在西湾有两间法郎 那些法郎帮的小孩子 是那些边青是不是 法郎我们早期 其实两个车房法郎都是 我们早期最主要就是 做一些年青色囚 香港每年的色囚 如果是小过21岁 每年大概有3千人将回来的 其实年青色囚都好些 比较容易找的 不过每年都有很多 而且去找工作 是不是可以帮到 去发展一技之长 让他们成为一种终身职业 以后慢慢建立家庭 是很关键的 如果不是在这里做散工 我做散工 虽然工作有 但是培养不了 去发展的人生 那我们最主要以前 总是做息囚 那后来跟程教授 处长谈 就是说 他就不想我们全部都是息囚 因为这样很容易被人标签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三分一是息囚 三分一是一起濫药 三分一是相失青年 都是希望帮他们 重建了他们人生的可门手艺 突然可以养妻活矣 那其实这个法郎 不单止是一个做生意 其实做了自己的家庭 他帮这些青少年 重建自信和自我形象 那里是怎样帮到他们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法营师师傅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帮小孩子 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没有想过法郎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当那个法营师傅 能够建立好一个关系 成为他们生命师傅 对他们影响很大的 那我们就不是用社工的 就是用司徒制 我记得蔡姨有一次跟他聊天 蔡姨就说得好 蔡姨就说 其实王非洪的徒弟 梁寬、鬼举七那些就是鞭青 打架、聊是斗非 他说王非洪帮他们 其实就是帮他们做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教他们做人 正如我们师傅教他们做人 第二样就是王非洪 教他们两样谋生的技巧 一个就是做铁打 一个就是教拳 那他说就是封盛就像寶芝林那样 又要帮他们搵食 教他们搵食 又帮他们做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发营师 其实都是在做王师傅的角色 教他们 那很多时候他们除了在办公时间 教他们展发技术之外 很多时候放工之后 他会和小孩子去吃饭 问他们和家里的关系是怎样的 帮他们解决问题 或者同时跟他们去玩 小孩子很有趣的 这班小孩子人生的起始点都比较低的 就是家庭的温暖可能不是很强 其实他们很渴求有人去关心他们 当有一个人能够关心他们的时候 他就会尝试避免令他们去失望 就是他就不会做一些事令他们失望 所以如果师傅希望他们做好人 他就会做关系学的 那这个就是成为了他的师徒的关系 帮助他们做好人 甚至可以提升他们的自我形象 是的 那我们稍后还会回来说说社企 究竟社企这个概念是怎样的呢 好 想找人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畅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不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回来恩与同路人 我们今集的嘉宾是丰盛社企学会主席 几志兴先生 这个环节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叫社企 社企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没有钱赚 或者是不赚钱 就是社企 那其实社企这个概念是怎样的呢 社企这个概念就是说 为了公益目的而开办的一盘生意 所以很清楚楚 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 目的就是怎样去做好事 帮助其他人提供社会服务 但是形式尤其是资金的来源 很多是透过营商 他们还要回来的 不过就是一个手段 香港现在大概有369间的社会企业 他们有七成 他们的社会目的 是创造就要的机会给予弱势社群的 剩下的三成是包括什么 比如包括环保 包括可能是公平贸易 或者是一些教育性的那些 但是另外七成都是帮助弱势社群 去创造就要的机会 那这些弱势社群就是 他们可能有工作能力 但是没有竞争力 什麽意思呢 他比如下底雙残 其实他可以做computer 就是他可以写poker 寫程式那样 但是老闆又觉得 如果他请了你回来 我又改过厕所 改过很多东西 那我就不请你了 所以他们有工作能力 而没有竞争力 即是赚不赢人家 赚不赢人家 是的 但是社企 其实是不是真的不赚钱的呢 其实是不是亏本的呢 一直都是 如果香港的社企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法 香港的社企 很多人对它有个高的期望 开一盘新的生意 其实是能够赚钱 其实只有五分一左右 全世界的数字 我是说开一盘新的生意 不单止是社企 就不是你是一间廉所的快食食店 你当然可以了 开一间新的汉堡包店 或者新的茶餐店就可以了 但如果一个人 从来未知一盘生意 他去开的话 其实只有五分一的机会成功 或者开了第五间才会赚钱的 社企已经比这个好 香港的社企大概有三成左右 是能够照顾盈亏 其实它的成功率 比起传统是好一些的 比普通人的创业更高一些的 好一些的 因为很多人 可能是叫良心消费者 或者很多有专学学的人去帮他 其实是好一些的 不过很多人 他们的感觉 他不是这样去评比 而他总之觉得 用政府的钱 你就应该八九成都会赚钱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创的期望 其实就算赚不到钱 其实帮这个社会增值了很多 其实除了这个钱之外 还有什么衡量社企呢 或者我举起办社会的机会 和捐钱 让你知道些 香港捐钱 如果你捐一百元 其实最好的十间慈善团体 它是有七十八元 可以拿去做他们的服务 另外那百分之二十 如果那人是二十二元 是拿去筹款行政 所以如果你说过水濕脚 濕濕脚是二十二元的 这个是香港平均最好的十间 香港有很多大小型的前线团体 平均来说你捐一百元 它用了四十五元做行政费用 和筹款费用 是五十五元去做它的服务 那行业不是很高 因为很多小的NGO 因为他请人租的地方 用了些钱去 社企是怎样呢 社企是做生意的 所以很有趣的 你捐一百元 香港社企是一百元 平均来说它做三百元生意 为什么 好像我们法郎 六十万开法郎 但我们做二百一十万生意 投资额和营免是两回事 你做生意 有个叫multiplying effect 有成数效应 譬如我们法郎为例 不如我投资六十万 大概做二百一十万生意 我们每年出粮都出一百二十万 八十万是师傅 师傅不是我们服务群体是员工 四十万是给我们的学徒 学徒就是那些 便称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人 就是拿六十万来 每年有四十万 给你所帮助的浴室群体 比如你做四五年的时候 你可能有二三百万可以帮到他们 这个就看到捐钱和社企 最大的分别 捐钱你捐一百元 他拿五十万 一次他拿完就 如果做社企 你放一笔钱去 平均来说 他每年都可以拿回五十多百 作为人工 那你可以说 他只是打工而已 其实很有趣 这班人我们就很困难去找工作 difficulty employee 就是变成了他们不单止是拿到那个薪金 其实因为平时没有机会去工作 人家聘了 人家聘了 第二除了这个cash 第二你建立了他的能力 工作 competence 第三你建立了他的自信心 confidence 第四你给了一个CV 在边清或者是色酬和弱智人士 其实那个CV很重要 所以你给了他四个C 捐钱是只有一个C 捐钱和赚钱 如果你问我的兽子 他情愿去赚 赚得来有专业 而不是他站在一个弱子的群体 向你身体收拔 这个就是社企和持算捐献比较的时候 发表分别 是 那么社企还有一个功能 是转化社会的 这个又是怎样的 社企很有趣的 社企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社企是帮助弱智社群 刚才说可能一些小小族裔 弱能人士 释仇 但是最近新流行有个名词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这个社会除了有弱智社群之外 也有些优势社群 叫做avantage group 可能叫disavantage group 优势社群是什么意思 优势社群就是他的生活富裕 但是很多时候 生活富裕了之后 他想不到人生可以再做些什么 香港的优势社群是占80% 弱智社群是占20% 80%里面 每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生没有方向 这个是联合国发展指数 的一个number 那些优势社群 那些优势社群 你问很多也是 尤其是那些 可能自己做老板 或者提早退休的人 很多时候都在想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怎样可以回饋社会呢 其实他没有那个途径 很想去做的 所以我们说社企 其中一种功用 就是说 他不单止是帮助了一个优势社群 其实他让那些优势社群 怎样找到他人生意义 怎样能够贡献社会 所以是一个商赢的方案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尤其是基督徒也是 如果你问很多弟姐妹 其实很想去改善社会 他没有那个门路 社企成为一种平台 令到他们可以 我能够将我自己的知识 将我自己的生意网络 将我自己的朋友圈子 到他们能够帮他们 能够帮他们社会企务 帮到他们做一盘生意 帮到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 跟余达森院长聊天 他说 他在港台里 叫那些弟兄姊妹 去爱人很容易的 但很多弟兄姊妹 下来就问他 如果我们除了捐钱之外 可以做些什么呢 又不想做家务报导 他发觉我们没有一个平台 给弟兄姊妹 去怎样去帮人 除了捐钱之外 社企就成为一种平台 你可以帮助一间社会企业 帮他们改善生意 或者你可以做良心消费者 或者你可以介绍 采购商 或者供应商给他们 令到他们可以營運得好 都帮到他们 能够解决财务问题 而他们能够帮到小社群 即是说 我们帮人之余 也能帮到自己 例如在封城的法郎 那些职员 好像是被人帮的一群 但他其实都可以帮人 都可以关心人 是的 我们都很有趣的 刚才我们说 我们两间法郎 大概是有十一个法刑师 十一二个学徒 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 帮助那些学徒 就是从头社会做好人 可门搜尼 那我们当然也有个信仰的图 但是信仰成为一种 means 所以我们在拜登时间查经 所以他们查经的时候 是拿着最低工资的 但是他们变成好人大概有八成 香港審候署的数目就是三成 即是五成是会变成好人 什么都不做都好 那我们有八成 即是说我们的增值的部分 就是差过三成 但是其中他们会回教会 都有两三个 三四个有时会回教会的 但我们反而有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些法刑师 我们十一个法刑师里面 有三个来的一起是基督徒的 另外那八个都不是基督徒的 但我们发觉很有趣的 他们来了之后 通常是三个月 男的就是半年至九个月 就会信耶稣的 那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麽会这样呢 以后我们慢慢和他们聊天 我们就会明白了 原来很多时候 法刑师出身都是比较基层一些的 那很多时候他们就是 以前是洗流仔 现在可能俗一点就叫非法佬 或者叫法刑师好听一点 但是他们自我形象都不高的 但不代表一个基层的人 他就不想帮人 原来人是很喜欢教人 很喜欢帮人的 但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就找那些中产的 那些弟兄姊妹去帮人 我们不会找那些草根阶层的去帮人 但其实他们很想帮的 当他们见到店长Kent 问Kent说 由早上做到晚做得那么辛苦 问Kent有没有想过走 Kent说他很辛苦又做得很开心 因为见到小孩变弯做好人 他们很想学Kent 那Kent是基督徒 他们以为是基督徒才可以学Kent 其实不用的 不过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接着就很容易信了耶稣 我发觉过程就是 如果在封圣法郎那些小孩被爱 be loved 我发觉那些法刑师是被能够爱 be empowered to love 原来be empowered to love 被能够爱 反而成为他们最大的动力 在他们侍奉 在他们参与 他们觉得很开心 能够爱人原来是很开心的 他因为这样信耶稣 他们反而是 其实信基督教最大是爱学到 那些法刑师又学懂了 外的学徒又学懂 那其实你带动到 那些顾客也受到信仰的影响 是吗 我们试过有一次 有个空姐也是这样的 真的是熟客来的 看到他也不是很开心 那听到一首诗歌 就问这首歌是什么诗歌 那告诉他 他有时候又在播放《盛斯》 基本上我们法郎 如果你不主动说 我们不会说我们是社伎法郎 你不主动问 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是基督教群体 不过你一问 就跟你说了 尤其是你做Chemical 有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就按住你的头 可以晚上跟你说 那后又邀请了一班我们的团契 那后就直接受了洗 那我们也有的 就是在我们的团契里面 除了是我们自己的法郎的僱员 有些其他法郎的发行师过来 也都有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义工都去参与 其中有一部分 都是因为这样去受洗 原来洗头电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 直接是 那我们稍后再说 社伎和人生的关系 我在这人生旅途 踏上救恩的路 实在是想不到 有这份爱在我心 总是风吹月灯 但不会缺步是救助 谁填我的祷告 令我重新得力 学习做主信徒 射我原来是美好 让我懂得爱惜 在身边的家人父母 每次当我走进失忆 也总会耿我孤母 抱起我走每一步 以爱心宣告 如获自捕 艾难你怎会迷途 上这刻碰出信心 想抒发内心的屈杰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 给我们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人主持 周淑萍 来到最后一节的恩与同路人 今集的嘉宾就是 封盛社企学会主席 紀志卿先生阿Ki 之前我们都说到 社企如何帮助人 社企如何赚钱 平时是否有很多人问你 怎样的企业 怎样可以转规为型 怎样可以做好 很多人问你这些问题 很多人 我一去都有几个人 我不懂的 要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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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去和人分享 那其实做生意和人生有什么关系 社企和人生有什么关系 我记得在你一些讲座里面 曾经说过 生意就是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意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的 其实我们说 真正有意的人生 就是让别人开心 自己各人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生活 在一个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网络里面 其实很受我们开不开心 是和我们身边的人 怎样去相处 怎樣去交往 和別人怎樣看我們 我們在中間裏面是怎樣去做 我覺得這個人際的網絡裏面 我們怎樣可以做好 我覺得生命就是在裏面 怎樣能夠發揮到你自己的特質走出來 讓別人可以感受到 你在怎樣能夠活出自己 能夠活出自己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在別人的期望下 我經常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在醫冠局裡 都是講我們封聖的使命的工作 我記得講到break的時候 有個顧問醫生就來跟我說 幾生 你們很有意義 你們幫到那些小孩又可以自負盈虧 我可不可以捐錢給你們 我告訴你 你也懂得說 我們是自負盈虧的 其實你不需要捐錢給我們 不過你給我都會要的 因為我是生人 但是他就說他很想來參與 但是他覺得他很忙 他忙到連女兒畢業禮都沒辦法去 所以他就想著怎樣可以在財政上支持 我覺得這個顧問醫生很有趣的 這個顧問醫生其實在他自己裡面 其實他很想和家人在一起 他很想有這些工作也很想做 但是他經常都活在別人對他的期望 和自己的期望裡面 他在責任之中 他活在責任裡面 是別人對他的要求 他反而對自己的責任 他自己不開心 他就好像一個監倉的門已經打開了 但是他不懂得走出來 因為他隨時都可以自己掛牌 然後就回半袖 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但是他做不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的人生是被鎖住了 在他自己的期望裡面 或者別人對他的期望裡面 我們覺得就是 我們怎樣是能夠把他自己的顧色 放出來 Kee 你以前是前衛浦環球副總裁 其實看我做了26年 你自己都有沒有這樣的很困身的工作 找不到自己的意義的時間 絕對有 絕對有 尤其是我在最後那10年 我最主要在北京或者上海工作 我去了大陸之後 我女兒才出生的 很多時候和我女兒相處的時間都不多 在她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每個星期都回來的 我有三天在香港 但其實回來都很累的 變成在我女兒的成長過程裡面 她都沒有辦法去影響她的性格 很關心她 我覺得是很虧欠的 那我那時候就記得 就是因為沙士一段時間 我覺得有六個星期不可以飛 其實就留在香港 可以一家三口看電視吃飯 大家可能覺得看電視吃晚飯 好像很不知怎樣 但我發覺很享受 因為從來都沒有試過 一起笑、一起去看 我還記得看《蛇絲馬》和《阿俊偉》那套《第女花》 我現在還記得其實 很少能夠這樣做 那我發覺為什麼要這樣呢 人人都可以享受 很多人都可以享受 一家人一起看電視送飯 其實我們就不行了 而那種感覺很大 我就是在2003年的時候 跟老闆說 不如就是 我想不做了 其實我想退了 就放棄了 在大陸那時候 其實大陸有房子有車 放棄了一些 然後回到香港 然後再多兩年的時間 今晚安排 就可以離開公司 去做我自己喜歡做事 女兒就很開心的 爸爸終於可以回來香港一起去做事 那就是查入了這個社企之後 會多了時間 很多時候都要幫人 但是跟家人都多了時間 一齊 是啊 好像現在這樣 我太太就在我十年前上大陸之前 那時候 就是她沒有做事 我退休的時候 可以一起讀神樂 我發覺很有趣的 我經常說 一對男女 拍拖的時候是最相似的 興趣什麼都相似的 不相似的 那個男生都扮到相似的 其實是 那是見到婚臭 就慢慢會分開的 就是可能事不一樣 其實退休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大家嘗試去走在一起 但是你是不是刻意去做 好像我這樣 我和太太現在一起去讀神學的 那總之她收哪一科 我就收哪一科 那每個星期 起碼一次 有一個共同的新知識 就不需要大家經常說 那些子女的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每個星期有一晚 是講功課 講讀書 那要交功課的時候 一起去忙去看書 那我建立共同的興趣 將兩個人再拉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我女兒現在在英國讀書 我經常跟她說 就是希望她第二天 大學畢業的時候 回來在香港 爸爸又讀書 媽媽又讀書 我希望第一天 終於我們在一間大學 一個研究生宿舍 有一個家庭宿舍 希望有三個一起讀書 哇 那就最開心 所以現在的生活就很不同了 現在的生活就很不同了 因為現在就是 可以多些時間 第一 和家人在一起 第二 也可以有些時間 去和不同的朋友 認識新的朋友 其實很不一樣 那你平時工作 拯救那些企業 那些社企業 都是幫人轉化生命 那你對自己 怎樣看信仰和生命呢 其實又可以怎樣幫助人 去轉化生命 我覺得信仰是給人一種動力的 剛才我們講的法刑師 就是這樣 那些法刑師 當然一方面 可能一開始是因為誤會 而慢慢想了解 但了解了之後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的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不清楚原來 在人生裏面有個上帝 一直這樣去看著我們 他給到我們很多的關懷 和支持我們去幫助其他人 那在過程裏面 他們會覺得 這個信仰原來真的幫到他們 另外一件事我想說 很多紀錄圖 其實我們有時連主導文 不是說的 讓人都專利那些名為性 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企業 讓人看到 我們紀錄圖 真的願意改變香港的社會 讓人專業和華的名為性 在現在可能只有十幾萬 或者是將這班紀錄圖去做這件事 那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紀錄圖是好人 但是不覺得紀錄教 對香港社會是有什麼投入的 或者有什麼貢獻的 但是透過我們能夠建立 一個社會企業的平台 被人看到 我們紀錄圖都能夠參與 社會企業的幫助 因為香港的社會企業 差不多有六成 他們總幹事都是紀錄圖 很有趣的 如果能夠成為 原來香港紀錄圖 透過社會企業去幫助其他人 還有這些運動 不僅是幫助世社群 這些運動帶動很多 我們叫知識義工 或者良心消費者 成為參與 給我們有個機會 表達到我們的信仰 在實際的行動方面 都能夠對社會作作有貢獻 不單止是令到上帝的名 被尊崇 也都令到我們覺得 原來我們可以用到我們的強項 上帝給我的強項就是管理 原來可以因此 回應上帝給我的朝鳴 透過管理的營商方面 去服侍 回應 原來你做好生意 都是一個好的見證 以及怎樣影響社會 可以給大家幫助 總結來說 你參與了社企 這麽久 你最大的得著是什麽 我會發覺 原來上帝對我的計劃 從一開始到現在 已經是這樣的 即是安排到我 從一間公司做事 安排了我的腿 原來就是準備了我今天 能夠把我學到的東西 能夠幫到機構 去幫助其他人 我經常說 幫助社會 幫助其他人 讓我能夠發揮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 身體八戰八角的角色 有些人是做手做營商的 有些人可能做關僱的 有些人做木漾的 我就是做營商的部份 希望有人做關僱的 這樣一合在一起 改變香港社會 幫到有需要的人 你們社企的名字叫封城 聽完Key的分享 希望聽眾 都能夠分享封城的生命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